今天是7月1日 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上在这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 1867年7月1日,加拿大联邦成立 成为英联邦国家之一 当时包括安大略、魁北克、辛布伦、瑞克和辛斯科设四个省份 加拿大的独立成为北美洲历史的重要节点 1898年7月1日,美国西班牙战争中 美军在古巴圣地亚哥攻陷圣虎安山 此战役被认为是美国夺取古巴的关键战役 1916年7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索姆涵战役爆发,英法联军与德军展开血腥激战 这场战役持续至11月,双方共有超过100万人伤亡 1921年7月1日,中共在上海秘密成立 毛泽东等13人参加 中共成立后,积极推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开展斗争 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奋斗 中共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6年7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环交进行首次核试验 这次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使好武器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1960年7月1日,索玛里独立成为非洲大陆的一个主权国家 1961年7月1日,英国威尔斯王妃戴安娜出生 她是英国贵族成员,后来成为英国王储查尔斯的妻子 戴安娜因其慈善事业和风格独特而受到世界的关注 1963年7月1日,新加坡成立全国服兵役制度 这一制度对新加坡的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0年7月1日,德国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现货币 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为德国的统一奠定的基础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 英国政府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英国在1842年以来通过不同的条约控制香港 直到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中国 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 最终达成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 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的行使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实施 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以上就是本期为大家带来的 7月1日的重要历史事件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mediaolab的朋友请留言鼓励 并按一下订阅啊